初冬时节在安徽黄山奇门县 当地都会制作一种用红红的灯笼辣椒里灌满肉馅的美食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在安徽奇门县主口乡主口村 村民高和义来到自家的菜园 采摘各大成熟的灯笼辣椒 准备制作一道当地特有的美食 灯笼辣罐肉 它将辣椒洗净去辣椒籽 再将五花肉切成小块剁成肉泥 肉捣碎以后 放五分之一的蒸肉粉 再放点散玉粉 根据个人口味 肉馅里加入适量黄酒 味精 食盐 酱油等调味品 搅拌均匀后 肉馅就可以塞进辣椒了 先放进一小块肉馅 用筷子捣到底 然后慢慢往里面塞肉馅 塞满压紧 将辣椒灌好肉后 放进烧开了水的铁锅里 用大火蒸熟 一般是蒸两十分钟 蒸时间长的就糊了 蒸短的那肉又没熟 灯笼辣罐肉出锅了 红红的颜色 清香的辣味和米粉香肉香 混合在一起 让人胃口大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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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